蜡新闻152 152蜡新闻 欢迎你收看今天4月5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今天这个日子是赏幕节 这个要慎重追远 可是呢在台湾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这一天可是赫赫的令人震惊啊 在1975年的这一天呢 蒋万安所声称的他那个阿奏过世了 这几天呢他的阿奏被他拿来当成 要选台北市长的王牌 他说蒋家的两位蒋总统 对中华民国都是有贡献的 但是贡献之外的可怕的独裁专权 杀戮以及压制自由民主 他为什么不说呢 就算是他自己没有参与到 那么两讲最后还有一个 可以向后人交代的就是反共啊 所以在今天这个日子当中 去检讨蒋万安拿着蒋家人的招牌 以蒋家人为荣 这样的一个唯一的优点 来选台北市市长 要当首都的领航人 有没有道理 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更别讲了 在今天这个日子当中 有一位叫柯文哲的先生 他说大话 说防疫啊 他比陈时中还懂 刚才呢 我随便碰到几个人 在我们的化妆间里面 问了旁边的几位年轻的 这个化妆师 美容师 这个书法的美发师们 说柯文哲说他防疫比陈时中懂 每一个人眼睛都睁好大 今天呢 真正懂防疫的专家在这里 罗俊轩医师 等一下要平心静气的 帮我们来揭发 柯文哲的大牛皮 当然了 在我们的节目的一开始 有你绝对不能错过的 内幕跟密心 那就是朱立伦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跟罗志强半夜三更 电话吵架 根据徐晓星所透露的是 朱立伦的狠中家狠的谈话里 有我 这个你名调再高再高 我也不会提名你 我还跟你鱼死网破 鱼死网破是博士级的用词吧 一般我们恐怕会说 我跟你拼了 或是我跟你同归于尽 或者是 我们拿这个 如何如何 那到底朱立伦为什么 硬是要把罗志强给逼退呢 他在地方上的这个提名 以一个老的桃园县县长的身份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苦衷 或是手上有什么筹码呢 等一下呢 卓冠廷要告诉我们 他所得到的最新的密心消息 当然在节目里 我们还有专家 吕礼师舰长 要跟我们分析的是 俄罗斯的军人 在奉命撤退基辅之后 居然呢 留下了一个惨绝人寰的画面 在基辅附近的这个布查城镇 这位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 他忍住悲痛 带着国际记者到现场去拍下了 这个种种惨不忍睹的画面 而这个画面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平民老百姓 有老人有小孩 他们呢 被生前虐待 然后死后呢 也不尊重他们的尸体 在他们的大体上面 还放上了这个鬼雷 然后呢 想要造成更大的 在地民众的伤害 所以可怜的乌克兰的 这些被杀害者的亲人 眼看着他们的这个亲爱的家人 是失守 曝晒在街头上 也不能移动 因为一动移动的话 那可能会掀起了这个炸弹 会有更大的伤害 这些俄罗斯军人 他们为什么这么残酷 他们为什么这么明灭人性 为什么在一场战争当中 普丁的手下会做下这样的罪行呢 全世界都在声讨 这个普丁所带领的 这个禽兽不如的军队 今天我们要分析 过去在历史上是不是也出现过 而现在俄罗斯的战术 是假装胜利 他们撤出了乌克兰的西北边 现在守在乌东跟乌南 想要以奥德萨的这个港口作为目标 然后一个月以后的5月9号 就可以声称一个假象的胜利吗 但是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说 即使非常的愤恨 他仍然要跟俄罗斯来谈判 最后要让战争结束 这一场乌恶之战 让我们看到了 人性当中最丑恶的一面 当然也启发我们 如何在两岸的对视的局面里面 避免大家成为像乌克兰 那么样的一个惨况 我们要的恐怕除了自己的国家 自己救之外 也要让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内应 能够自己铲除吧 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就是军事问题专家 也是过去的舰长 是吕理师 吕舰长 各位节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你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他参与新北的民进党的 市议员的提名 争取初选 他们的初选还有一个多月呢 这是卓冠廷 叩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余美美 叩姐好 大家好 好谢谢 罗俊轩医师 叩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政治评论家吴朗东 叩姐好 大家好 好谢谢 今天我们谈桃园的秘星 请到的桃园的国民党的代表是黄近平 叩姐好 大家平安 精彩绝论 这个国民党在桃园的提名 主席跟他的党员 从桃园斗到半夜三更 我们来看最新的发展 我一定负起责任 说该说的话 做该做的事情 一切以党的团结胜选 以大局为重 我也会信守承诺 不放话 不回应 只要被问到和罗志强的纳通电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答案连跳针五四 因为蓝营桃园市长提名风暴越演越烈 朱立伦被爆料在长达三小时的通话中 直抢罗志强 我跟你鱼死网破 民调再强都不会提名你 我就是不要你 撂下狠话 要罗志强 自难而退 任何制造对立 制造纷争 制造困扰 对团结是没有帮助的 既然主席有打电话给他 我相信应该是有 在一个分析所有的状况 应该是不会讲到这种话的 反观立委吕玉玲是帮党主席灭火 毕竟他近来动作频频 争取党中央青睐 和被侦询过的万美龄 还仅仅跟着到大溪瓷湖夜龄的朱立伦 如此罗志强被排除的氛围更加明显 可让罗志强的前老板马英九 忍不住要说点话 我相信朱主席应该有智慧跟魄力 依据本党现行的制度 找出一个有意参选的人 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 话说得很明 来一场桃源乱局 得看朱立伦能否摆平 这个桃源的市长国民党的提名 怎么演得跟乌俄战争一样 这个非常的惨烈 而且内幕连连 还要在半夜三更 主席跟要参选的罗志强 要讲三个钟头的电话 罗志强很喜欢做这个夜间活动 因为上次那个公投的时候 他不是要去夜宿凯达格兰大道 后来没人陪他 他就搞得全台湾走来走去之后 他们的公投就失败了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指标 冠廷听说这个 了解了非常多的秘心 徐晓星传达出来的那个朱立伦 这是吃了大力丸 还蛮有点勇气嘛 他不是痛骂罗志强吗 据说他说不管你民调再强 我就不会提名你 我就是不要你 我要跟你鱼死网破 这是主席跟党员说的话吗 这好像两个情人在吵架 在分手一样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究竟国民党在桃园的提名 有什么内幕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要提名谁就提名谁 那人家罗志强要来 那就去比民调就好了 那为什么朱立伦还要花三小时 去跟他打电话 还被徐晓星纳泄露了三小时的秘心 是 靠姐 其实晓星议员 他不是一个很常乱讲话的人 他其实对于国民党内部 常常发表他的看法 那这一次他提到就是朱立伦 致电给罗志强这事情 是巨细迷遗嘛 连鱼死网破的四个字都讲出来 讲明了就是党中央太部 怎样都不要让罗志强选 因为刚好我老家在阴哥 跟桃园就隔一条路之隔 所以很多朋友也住桃园 那我特别为了这个事情去问 到底国民党你们在搞什么 怎么这一出戏 我看不太懂 后来我终于问到了 就是说 其实简单来讲 现在国民党在整个桃园的布局 可以用三强鼎立来讲 为什么我讲三强鼎立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 本来想选台北市长的罗志强 当他感觉真不赢了 蒋万安 我们的少祖之后呢 他现在当然就向重了桃园嘛 那桃园现在大概二十九席 国民党议员当中 保守的估计大概有九到十位 就是对罗志强是表达说 欢迎啦 如果你来我们会给你肯定 那罗志强 之前被人家批评说 他跟桃园没渊源 但他最近也开始 确实有在桃园 开始有进行一些拜访 再加上他的高声量 那背后挺他的 大概就战斗兰这一群 现在最跳出来 就包括巧新 然后包括游淑慧 是全力的挺他 桃园在地谁挺他 等一下靖平兄 应该会补充 那这一个讯息出来之后 当然现在坊间 跟内部做一些民调 罗志强根本还没有开跑 他就已经取得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他理线在地那三个人 那当然这个说国民党内部 那到底朱立伦你主义谁 朱立伦其实简单来讲 先不管朱立伦 在地谁支持谁 邱一胜议长态度很重要 那邱一胜议长 其实他支持吕玉玲 这件事情 是在地方已经是确定的 再加上有另外一位 是在桃园当地 算是跟国民党长期友好的企业家 叫CK洋 他也全力支持吕玉玲 那CK洋 他对外 也就是讲了一句话 包含就是对很多朋友 就是有转达 有辗转 也传到大家的耳朵里 就是说朱立伦也很支持吕玉玲 所以这个讯息出来之后 曾经在过去一两周 在整个正媒圈 跟这整个桃园 好像真的 吕玉玲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开始就是朱立伦灭火 这几天媒体开始用 禁租人士 朱立伦他的朋友 或他的团队 就放话给媒体提到有两个重点 桃园这一局呢 国民党要提名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他希望是在地 第二个重点是 这个候选人的优势要大于隐忧 用隐忧这个字眼 什么是隐忧 所有桃园的朋友跟我讲 隐忧就是在讲吕玉玲 你家里的一些状况 不要觉得大家都不知道 你的先生 你的家人 那这些事情可能会变成是 蓝绿如果到时候 揀下去之后 这些事情会被检视 好 为什么朱立伦他要罗志强 等他七天 原来朱立伦在拜托一个人 朱立伦还是没有放弃鲁明哲 那鲁明哲本来表态没有要选 那我今天也问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鲁明哲看起来 现在态度对党中央讲 开始有点动摇 那希望说党中央 尤其朱主席可以帮他处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还是希望能够搞定议长 他认为邱益胜议长对他支持很重要 那如果朱立伦你真的希望我选 朱立伦你要处理好 邱益胜议长 第二个就是资源 就是选举要资金 那党中央可以帮帮募款 那这个部分是我掌握到 就是鲁明哲 他要求党中央把他搞定这两件事情 他才 那个CK洋 CK洋现在是挺呂玉玲 支持呂玉玲 他不是金主吗 对 那你党中央 有没有其他的企业家人脉 可以帮我们介绍 选举要花钱 所以目前的状况 可是显示出来的是国民党 没有一个万众一心 就是一个呈现一个强力内斗的状况 我最后回来讲 扣姐刚才在节目前 我们有聊到就是说 罗志强 为什么战斗狼 他们一定要感觉选这里 跟现在感觉没有大家的支持 他还是要拼到底 但第一个民调不错 但第二个 我觉得还是战斗狼 整体对朱立伦领导的团队 跟对于朱立伦本身微信的挑战 一二一八的公投到一月九号 的不管是罢免还是补选 都看得出来战斗狼 这些人 他对于朱立伦领导的不服气 跟对于党中央威信的挑战 那现在桃园这一局 战斗狼占到了一个理智 道理的理 为什么 那你就列布民调嘛 你告诉我谁的民调 赢罗志强 所以这个时候朱立伦 再跳出来讲 晓星也爆料一件事嘛 朱立伦告诉罗志强说 你的民调不是最高 那我们大家其实想问 那谁的民调最高 你告诉我们嘛 所以这个局势下去之后 我觉得桃园的局会非常的复杂 徐晓星到底揭露了什么内幕啊 什么于死网破 你再讲那他有去偷听人家讲话吗 人家两个人讲电话三小时 徐晓星怎么会知道 那个靠久最后讲一句 于死网破这四个字在桃园 特别有意义 因为桃园长久以来到政局 北桃园南台桃园闽客之间 其实非常复杂 桃园从以消息来 从来没有出过一个 不是桃园在地的现场 或是一个都没有 所以你解读一下朱立伦跟罗志强说 我跟你于死网破 他的意思是什么 于死网破的意思就是 我就算提了一个不会赢的人 也不要给罗志强选 因为这是我党主席的面子之争 那这是罗志强站的理 我刚才讲的道理就是 我民调我声量 我地方也不是没有议员支持我 那你要什么理由劝退我 这个你要讲清楚 这是他目前的状况 OK 那那个战斗兰后面还有一个战斗兰的这个教主 叫做赵勺康巴 在背后在那边这个指挥一切 可是战斗兰在一二一八的公投 四项这个同意当中大大的落败 然后这个罗志强全台湾走来走去 也没有效果 那更别讲那一月九号 战斗兰不是也下去开了一场 那个颜光恒的一个造势会吗 最后不是也输了吗 所以不太懂战斗兰战的神器什么 那为什么罗志强可以这样霸王硬伤攻呢 他又不是桃园人 瞧你来自桃园 那朱立伦说要选 这港上在地人参选 这有没有道理吗 他现在因为他就看到了桃园 现在因为两个刚刚讲的 鲁民责外民 可能没办法出来选 因为才刚选上一届立委 还有再来就是桃园刚刚 其实那个冠婷讲到重点了 但是我就一句话 要选市长的人 就是有的有的有钱没有人 人就是人脉跟人和 那有的有 有人跟人和人脉 但是没有钱 那有的呢 就是要变成要具备钱跟人 跟人脉 人和 还有人 这个这些人的粮草还有还有包括他这个人际关系 人和都要有 变成天时地利 人和 他只差一个 所以目前看起来国民党在地方 在邱玉盛 议长整合之下 然后地方上似乎比较鼠疫 因为鲁民责外民 你不出来的 就吕玉玲 那罗志强的站在他立场是认为 吕玉玲的民调绝对比不过他 那他如果认为他民调比吕玉玲 贏 贏他的话 他没有必要让给吕玉玲 所以他就是认为这一点 所以他才会希望能够走下去 可是桃园就因为复杂到 就是不希望他因为就是吃定这一点 然后因为 所以刚刚冠婷讲 没错 鲁民泽这两天的状况 有一点松动 因为他也被骂得很惨 就是因为第一名的不肯出战 民调最高的鲁民泽一直不肯 他就是我刚刚讲的 没有没有良朝 没有钱 他有人卖 西克洋不给他钱 西克洋不是桃园的在地 那个企业金主 他是以前吴敦义的金主 以前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二零 那一次在瞧那个 那个部分去立委名单 有不少有好 我听到好几集 是西克洋的贡献 就是他推荐的 有一两个 现在还在 你们党的那个钱 真的很重要 是他推荐的 所以这一次他那个支持 李玉玲真的是对 李玉玲这边很大的注意 因为号称他在北 台北这边就至少 朱立伦是看 钞票决定候选人 不是看民调决定 朱立伦还没有决定他 朱立伦在跟地方拔河 现在是西克洋带着台北 他在台北就找了很多的媒体 包括找了很多扣警 你若认识的 不管比你晚辈的 或是年轻的 或者是战斗人 甚至那个赵绍康先生 那边他都去接触了 就说我带着他 我带着李玉玲 要去那个上节目 你这个电视台帮忙安排他一下 你这个广播电台 帮忙安排他一下上节目 他都帮他上节目通告 都喬好了 都帮他这个出 有了有了制作单位 甚至也发给对方 可是没想到对 西克洋都喬好了 对方还会说 等等 我还没有确定被提名 等我准备好了再说 所以西克洋那边 大概也很傻眼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有点乱七八糟了 西克洋跟在地 跟陶渊没什么缘缘 但是他有这个 有money 有钱 他支持他 那在地的整合之后 他就带着到台北去拜访 黄复兴 黄复兴的一些蓝的 以前吴敦毅那一块的 他以前齐侧盟 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势力 等等 就帮他去巩固这一块 那朱立伦还没有完全点头 就是因为他觉得二零二四 他不能因为这样子 今年选的差七 差五比 桃园是他的故乡 他当过桃园县长 他拜的话 那二零二四还选什么 他连看都不用 他整个掰咖 不是掰咖 他也担心这样 所以他一直也在跟地方拔河 现在就是我认为 我看到就是中央在跟地方拔河 朱立伦不绝来 要买地方的账 他一直想要讲 比如说之前 我为什么讲破了 那个苏俊斌 就是朱立伦就很不高兴 因为还没有跟他谈好 那我我把他讲出来了 然后苏俊斌就赶快拒绝了 因为他的现在的企业 老板也去问他 你要离开了吗 你要走 因为他的那个 现在的待遇 都很蛮有 年薪的五六百万 他现在跳下来 这个政治圈 这个大栏杆干嘛 又回来这边 搅获一团泥水 所以他当然不要 所以等于把朱立伦 他们的牌讲破了 他们就很生气 那生气之后 他最近又去想找 在地出身 我不知道他们就想找到一个 据说又找到一个人 可以跟苏俊斌又不同类型 我是觉得很难 不如就是劝鲁明哲出来 就解决了这一切的争议了 所以鲁明哲才会有一些 松动的这个状况 所以变成情势越来越复杂 变成中央跟地方的 这个火车头是不是要对撞 罗志强的确是被牺牲了一块 因为地方不是很接受他 那就是在传统的 支持吕玉琳那边的 还有包括议长 和一些资深的议员 因为有些资深的议员 是甚至扬言说 要提罗志强的话 就退党 然后就不选 或怎么样 资深的议员 不见得是议长 我听到的是这样 不是议长那边喊 那议长是主委 他角色很尴尬 那其他的那个 不挺罗志强的 就希望说 能够党中央看 赶快决定这样一个结果 那另外一个挺罗志强 像刚刚冠定议员讲到 冠定讲到的时候 年轻的几个 七八个十个 我们年轻的 比较轻壮派的 就希望说 大家有一个比民调 或初选的机会 以遭攻心 让大家看一看 谁强就提谁 这也是我一贯以来 希望能够这样一个主张 可是现在就是中央 就是觉得 我做好就是要协调 就是学蔡英文 六都我说了算 但是他学又不是学的 完全那么像 那弄得里里拉 因为他的权力 没有那么稳固 再加上地方不断的挑战他 然后又要跟地方对撞的情况 他又提不出适当的人 让地方觉得可以伏计 所以才会有罗志强 在中间能够插进来的空间 黄近平讲到目瞪口袋 这个太奇怪了 他怎么学蔡英文 蔡英文党主席 蔡英文又没有2024 要选择这样的一个 个人的这个目的 跟自私自利的立场 要不然以前我们都初选 朱立伦 这个原来 近平刚才 这个描述出来的 这个状况就是国民党选举 第一抽票很重要 有抽票的人 可以决定这个获选人 第二 这个提名的主席 想的不是党 是想的自己2024的选举 然后呢 个别的获选人呢 又会互相蹦蹦跳跳 就蹦蹦跳跳里面 初选还要去跟人家 诚实中做对比民调 这个胆子也蛮大的 这个党现在乱七八糟的 精神错乱 跟那个撤退的 那个俄罗斯的军人 差不了多少 要请教一下朗东 他说他以蒋家人为荣也就罢了 今天呢 你们在场大概 大部分人都没有历经那个 这个悲惨的 全国哭泣的 这个日子 那就是1975年的4月5号那一天 伟大的剁手 蒋公过世了 原来就是蒋万安现在 打着招牌的那个 他的阿祖勒 他还说 两蒋对中华民国有贡献 不容抹灭扭曲 身为蒋家后人 感到非常骄傲 也非常光荣 你光是一个 你们蒋家人杀了多少人 这个在台湾 独裁恐怖 然后你们赚了多少钱 你们蒋家人 贪污腐败的那个状况 这个不要讲了 光是你这个 反共这件事情好了 也不容你扭曲抹黑 这件事情越演越奇怪了 每一个人都吃错药了 这个来看看蒋万安 两蒋对中华民国有贡献 天呐 台湾激进说 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威权的这个想法 说这个民主的基础 是谁建立的 好了 蒋经国在卸任 这个去世之前 在各国的国际的压力之下 在台湾人的追求的情况之下 他最后不得不开放 那个探亲 开放这个 主党 一个民进党的主党的团队 还是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在原山饭店成立了 然后戒严了 戒严之后 他死了 死了之后 李登辉上任 这个民主基础 是李登辉从哪 接任之后 度过了有多长的时间 从1988年 一直到199091年 才稳固了他的基础 中间李登辉花了三四年的时间 才让一个台湾人总统不被干掉 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反扑的势力这么大 一直到1996年 他坚持才有他这个修宪的一个直选总统的结果 你蒋万安睁眼说瞎话 你也应该可以什么八二开吧 笑死人啊 两奖对中华民国的贡献在哪里 你讲清楚啊 你如果说得出来贡献在哪里 我还服了你 但是不是全部的贡献吧 用这个可以当台北市长 对过去蒋万安呢 他其实提到所谓的两奖 就他这个祖先的这个时候 他就说阿克里斯功过并成 要还原真相 这是他第一次去说台湾那些贡献啊 什么民主化经济呢 都是因为蒋经国都是因为蒋介石 他第一次这样讲 那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因为他知道说现在中间选民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他的基础已经要被黄山山 全部都给挖光了 最近黄山山到处去跑的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这两年来黄山山跑了 连四百多的这个里长 然后看到每个里长都一个点名 他名字每个都记得 然后很多里长都说 想慢慢看到我三次 结果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所以蒋万安在于基层 这些蓝营的里长上面 已经完全被黄山山给弄过去了 黄山山过去在台北 当任过市议员 当任过民政局长 所以他很了解的是说 怎么样去跟里长合作 末地里做非常重要市政资源 去跟这里长打好关系 这非常多都是深蓝的 也就是在这些一个格格的里长装脚 都被黄山山拉走之后 蒋万安唯一剩下的一张牌 就是把自己的仪式 他的爸爸 仪式他的这个祖父 拉出来 去让自己去背书说 我才是姓蒋的 我才是正统的 请深蓝的 那些里长们 那些装甲们 不要被黄山山骗走 这个就是蒋万安 他为什么要去扭曲 事实讲这个话 其实你要去 这个他去说什么 这个民主化 是蒋经国贡献 其实台湾人 大家都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过去的一路以来 这个白色恐怖的期间 蒋经国 他对于台湾言论自由 那个掌控 所害死的那些台湾人之多 然后那么多的 台湾今天有今天的民主成就 其实非常多基层的民主前辈 一步一脚印 牺牲自己的生命 继续打拼换来的 这就讲得好像说什么蒋家施恩 就是因为这个你祖父 这个施恩给台湾人 所以我们才有现在这个民主 这是完全一个扭曲 事实的一个说法 其实你回到整件事情来看 就是美国给予 当时这个蒋经国压力 从江南案爆发以来 之后的话 你回去看江南写的 这个蒋经国传 里面暴露的一个重点就是 蒋经国就是当初在苏联那边 共产党所培育出来这个人 而且当初这个蒋经国 还为了要跟共产党效忠 所以长篇道的去骂蒋介石 表现就是说 我完全是服从了苏共的 这样的一个意见 我对连我爸爸都敢骂 然后蒋经国这一段历史 被这个江南拿出来 这个写了之后 过没多久 江南就被暗杀了 那这件事情就惊动了美方 美国情报局等等 他其实就认定是说 对于蒋家来讲的话 你这个背后蒋经国统治之下 他跟共产党其实在本质上 有非方流通之处 这样的一个极权 董治是不利于美方整个对于 自由民主世界的捍卫 他随之可能回到一个极权 这世界这一边 所以美方才叫说 你蒋经国你必须要去做民主化 这个就再加上台湾 从基層开始一个民主化运动 民主前面的努力 结合起来会有今天的一个成果 那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蒋岸和你说那么多年来 他会不会不知道 我不相信他完全不知道 他过去都不敢提这件事情 提到中正纪念团要去转型改名 或者是提到转型正义 他都装作很开放 我可以去讨论 民间一起来参与 现在他露出他的真面目了 面对黄珊珊的步步逼近的这个时候 他采取的态度 讲话的态度不是从市政着手 他也不是争取中间选民说 我会让台北的经济变更好 就业变更好 交通变更好 没有 他就回去说我是姓蒋的 这个过去我嘱咐那些都是正面的事情 那些负面都是假的 中华民国有限了一切这些好的事情 全部都归功于我的主席 大家台北事情把票投给我 那我认为他这套一个说辞 其实是完全过时 非常的老气 他灵魂里面就住了个八十岁 这个九十岁这个灵魂 而且是对于台湾人来讲的话 是非常不堪的一个记忆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环境交叉之后 当黄珊珊持续的在基层上面 把蒋万安去松动 蒋万安他那种深蓝的那种面孔 一一浮现了之后的话他很快的真的 所谓的这个契蒋保皇这个态势就会出现了 好 这个蒋万安很显然看起来是他别呢 跟黄珊珊来做一个蓝白之间的 也就是蓝营之间的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都已经非常吃力了 否则他不会一直往深蓝的靠 用蒋家仁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对付这个 其实是眷村出身的黄珊珊 黄珊珊背后据说还有黄复兴的力量在呢 因为他的哥哥是黄曙光啊 过去的参谋总长现在他应该还是军方 蔡英文总统的非常信赖的大将耶 那连呢这个民众党的人都爱吃他豆腐啊 说蒋万安呢回避问题 国民党的小鸡很焦虑 自己在地方跑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参选人 说这个时候呢国民党新人初选呢 民调地方没有母鸡家持靠自己 有参选人呢看板广告挂的不是蒋万安 而是张亚中 内有张亚中 外有黄珊珊 所以呢他现在就说 他身为蒋家仁说 蒋总统对中华民国有贡献 不容抹灭扭曲 你自己这个身为一个蒋家仁好辣 这个过去蒋家的残酷 独裁专权 怎么样这个压迫台湾人也就罢了 就算今天你以蒋家仁为荣 蒋家仁在历史上唯一的只剩的一件事情 台湾人还可以不给你鞭尸的 就是你有反共啦 结果你蒋家仁的后代 连反共这件事情都不敢讲 那怪不得这个苏贞昌就会说了 台湾人是一代一代的努力 我们才有民主 大家的智慧跟勇敢 打开民主大门 这个才是我们最引以为 引以为光荣的 所以要请教妹妹 桃园的选举刚才 静平讲的 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 蒋万安呢 从她的民调被黄珊珊逼 然后一次两次 就是两个潮流当中 被黄珊珊痛载之后 就已经完全失了准头了 就已经失控了 她还怎么选呢 还没宣布 她的参选还没宣布 那国民党一团乱 台南党主席的威望 最后被地头蛇 谢龙介跟战斗兰支持的人 给打败了 桃园 现在还被一个小小的年轻的 这个议员叫许晓鑫的 每天给你爆料 爆得非常不堪 那这个 一个罗志强坐在那里 还有 CK洋 刚才静平讲的 让我们更害怕的是 一个有钱人 带着一个候选人到处走 然后就可以决定 国民党在桃园的未来 这样子 还有胜算吗 这还像一个党吗 怪不得有一个人留言 留了一句好精彩的话 讨厌朱立伦的人说 这个有问题的是 广大党员不认清事实 被美国收买的国民党主席 他是要来消灭中国国民党的 有人怀疑朱立伦是CIA的间谍 卧底 卧在国民党里 我前几天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朱立伦 那个群组今天早上有一个人 就发给我说 如果国民党朱立伦 确定要提名吕玉玲 他会带着不少人 全部都推出国民党 然后就投靠民众党 然后国民党以后 任何人选举 他都完全不支持 我只有回一个 我觉得蛮悲哀 很难过的图 真的吗 有一个在群组里面 他就说 他就直接施赖给我 所以这个人认为 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 他没有讲 他只有说 因为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受到群组影响 还是干嘛 反正他就 他就后来就赖给我说 如果你们国民 他说你们国民党朱主席 要强推吕玉玲 这是真的 他在我的私赖里面 他说 因为我也认识他 他曾经是一个地方社团的负责人 理事长那种 类似协会理事长 总干事都担过 就社团还蛮活跃 他说我就带着我们一群人 出走 不支持你们国民党任何的人 我就投靠民众 以后国民党跟我完全没相关 那我也只是觉得 很难过 我也没办法劝他什么 正常生活 积极防疫 那什么叫正常生活 其实我就替他讲了 这个疫情我看是 一定会慢慢 蔓延 嗆瞎指挥中心 说不清楚新台湾模式 到底是要清零 还是和病毒共存 特别市长柯文哲 在杠上中央 你就明讲 你每天新增 多早的案例 是你可以忍受的 清零战术跟 共存的战术 牵涉到 这种防疫的成本问题 已经不是科学题目 这是政治题目 下一个选举的因素下去 每个脑袋都长得不一样了 比较陈志忠讲 他也不敢讲 确诊的数目 那也不是说我讲的算 一个人讲说 我要把它控制在一千 一两万一万 这都不切实际 只知道说我们的一千 一千五 两千三千 我们该怎么做 这我们会把它定好 面对柯文哲炮火 陈志忠也不甘示弱 前一天更直言 新台湾模式的规范 看不懂 可以以新闻来问 没想到这让柯文哲更不满 我们绝对比他更懂 陈志忠旁边那一排的 我们都是同一批老师 教出来的 所以专业上怎么做 我们都很清楚 只是说 常常就高来高去 如果纯粹科学 拜托 这个我们都是专家 如果他懂 当然最好 那就不用来新闻了 并不是说他不懂 请把这事情分清楚 那懂得最好 就赶快做 我们乐于沟通 我没有讲 别人不懂的意思了 中间防疫还有个插曲 请教罗医师是 柯文哲因为没戴口罩唱歌 还被罚钱 真丢人 然后这两天 他跟那个侯友宜 两个人就一直逼问中央 到底你是要清零 还是要解封 那不就跟他说了吗 叫做新台湾模式 那就是经济发展 跟防疫要共存 那可是柯文哲今天呢 早上大家问他的时候 他又说 今天是4月5号 是清明节 那不晓得他是在哪个 这个世界里面 讲的这个话叫做 讲到防疫 我们绝对比陈时中更懂 然后呢 这个结果讲完之后 跑到新竹去浮选去了 那陈时中就说了 好那你懂的话 就快快做啊 那现在的疫情 值不值得忧虑 那柯文哲是不是趁这个机会 开始又要斗中央了 去年的那个画面 又要重新出现了呢 我想去年的一个记忆 大家一定都还有一些印象 当时我们知道 在台北市万华大爆发的时候 我们期待是什么样的 一个首都市长 要帮我们把疫情守下来 他有没有做到 他该做的 各位台北市有250万人 新北市有400万人 三成的台湾人民 就住在这两个城市 两个城市紧密相连 疫情在那个时候 造成大家多大的一个痛苦 多大的压力 我们差点被台北市政府 把整个台湾 推到悬崖下面 那我们那个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是 虽然现在柯文哲说 他是最懂得防疫的 可大家不要忘记 当时有几件事情 差点让台湾 在这一次防疫中 跌了一个大跟斗 各位记不记得 北农跟环南市场的问题 当时北农跟环南 明明就有疫情发生 可是连群聚两个字 都被隐匿 我们发现说 我们的首都市长 从过去到现在 在会议室里面 可能装得正经八百 一出来之后 就是政治对政治 各位去想象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跟会说 新台湾模式 到底是不是台湾的一种模式 我要讲的是 新台湾模式 不是一个意识形态 各位什么叫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就是说 你说得很好听 可是全部都做不好 新台湾模式 确实是在台湾发生了 一个特殊的防疫成功经验 在过去的八百天 台湾没有因为 COME 19的原始株 Alpha株 Delta株 而沦陷 在每一个国家 都不得不被动的 跟病毒共存的时候 台湾还是尽力的 把防疫做好 所以现在我们讲说 这个到底是清零 还是与病毒共存 你就选一种 一刀切 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台湾是一刀切 早就完了 这是柯文哲市长 所不能理解的 各位 如果真的清零 要怎么清零 我们的经济都毁掉了 如果真的与病毒共存 现在我们的国境里面 到处都是病毒 我们的医疗都瘫痪 我们选择什么路 选择一个 把国家紧密的守好 用一个高标准的方式 把公民素养维持好 每一个人自发的 勤洗手 戴口罩 甚至达到现在上海所说的 全域 静态清零的一个动作 所有人尽量 不去公共的场合 也尽量把个人的防疫 把它做好 台湾是这样子守下来的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告诉我们说 不管你今天是威权体制 或是民主体制 光明素养 跟一个认真负责的政府 一起团结抗议 是最重要的 那有人讲说 我们为什么要创造 整个新台湾模式 这些名词 各位 其实最会创造名词的人 不是我们的中央政府 台北市政府 也不遑多让 这里有一个 所谓的忍区见面 各位看清楚 忍区见面 他说什么呢 我刚刚仔细的看 老实说我也看不懂 他说 忍区见面流程 就是运用科技方式 针对确诊个案 进行精准疫调 加速匡列 找出可能感染源 不就是把匡列 隔离疫调做好吗 这是去年的名言吧 而且到现在 他还在台北市政府的 卫生局的网站上出现 他继续存在 所以现在回过来看 我们应该怎么做 有人讲说 那这个清零跟病毒共存 到底有没有 更重要的一个细节 我要讲的是 防疫它不是选择题 不是二选一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认数 是一个深认题 各位看一下这一章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我们说的 清零跟病毒共存的政策当中 台湾做了多大的努力 各位这是我国台湾 现在疫苗注射的一个状况 各位看一下 这里有显现 从我们说的 30到49岁 50到64岁 65到74岁 以及75岁 你会发现 这下面有标注 荧光笔的颜色 每一个族群 第一季跟第二季 都打了将近八成到九成 尤其是像30岁到49岁 你发现这个族群 它的第一季 打了97.3% 它的第二季 打了91.4% 你会发现 几乎所有民众 都把该做的公民素养 把它打成 而且我要强调是 我们打的是货真加实 有效的国际认证的疫苗 包括BNT 包括莫德纳 包括AG疫苗 那我要讲的是另外一张图 各位 这张图 是我们隔壁的一个地区 叫做香港 防疫重不重要 重要 防疫只有单纯 清零跟与病毒共存的选择题吗 有没有更多的论述 需要把它做好 各位 这是香港的图形 这有三个图形 这是指 在香港 第一剂疫苗 第二剂疫苗 跟第三剂疫苗 目前施打的这个不同的疫苗的比例 上面蓝色的部分 是我们熟知的BNT疫苗 下面橘色的部分 是我们所担心的科兴疫苗 没有错 你完全没有看错 在整个香港地区 科兴疫苗占了很大的比例 所以你回过来看 新台湾模式是什么 不是单纯的一刀切 不是只有清零跟与病毒共存 还有更多细致的内涵 可是那个柯文哲说 我们跟香港一样 没有战略战术配合 就会死得很赞 我们跟香港是可以 所以当然是不一样 想比喻的吗 大比喻的是不伦不类吧 这也是我要拿出来的图形 你另外看这一边 这边提到的是 每一个年龄阶层 他所施打的疫苗比例 跟疫苗的种类 一样的橘色的部分的科兴 都让你不敢置信 比例真的很高 尤其在年纪大的一个族群 甚至有百分之七十五 都是科兴疫苗 这是香港 对 所以怪不得他死亡率那么高 没错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 现在台湾 那我们有打科兴疫苗吗 没有啊 克文哲在规则什么 很多人来游说 希望我们能够买科兴疫苗 告诉我们说两岸 有卫生协议 所以可以购买 所以他跟他把香港的状况 跟台湾类比其实就是非常恶毒 跟事实是不符的 所以从去年的经济 我们发现 台北市不但是没有把防疫做好 而且他在防疫上的一个功能 防疫上的作为 远低于一般的其他现实 对 我跟你讲这个 关廷把我们补充 我觉得他最可恶的是 他把香港的这个惨状 还来跟我们的所谓的新台湾模式 把它纠缠在一起 其实是他故意忽略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疫苗没效 他打的是中国的疫苗 而且他是老年人 这个打的居多 然后现在重症的人都是这一批人 这才是真实的状况 他不知道又受到什么中央厨房的指挥 在做这种转移焦点 替香港来洗白的事情 刚才罗医师讲很清楚 我再进一步补充 其实我们现在北台湾两个縣市 台北跟新北疫情 感觉是有升温的迹象 那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不管是侯市长还是柯市长 他们做的动作都是一样 就是转移焦点 我先回来讲柯文哲 柯文哲他讲香港 说是战术跟战略不明 你是在打电玩游戏吗 香港会沦陷的真正原因 就是归纳至今就两个原因 我先给大家看 他的打疫苗的状态 这一条绿色的线是香港打第二剂疫苗的速度跟比例 那蓝色这条线是台湾打第二剂疫苗比例 所以一开始香港打第二剂 打完的速度比台湾快 我们终于到了四月份的时候追上香港 跟香港打的第二剂速度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给你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罗医师讲的 科兴疫苗在现在香港五千多个人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过世 其中有七成是完全没打疫苗 是不是还有一千五百人 一千五百人有打疫苗 这一千五百人有打疫苗里面的百分之八十七 全部都是打科兴疫苗 所以他的死亡的人当中 除非是没打疫苗 不然几乎都是打科兴疫苗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你要更加紧脚步 也要给中央政府加油才对啊 这个是台湾跟香港第三剂的状况 大家知道我们比香港打多快吗 在今年的一月份之后 我们的第三剂就已经超越香港 现在更是遥遥的领先香港 我们现在第三剂打到五成 香港第三剂打才三成多 如果你现在知道Omicron的状况就是 第三剂一定要打好打满才能有效保护嘛 你要做的事情是 哇我们已经赢香港很多了 可是继续加油 我们台北来更往上多打 可是完全是在唱反调啊 这就是台北的情形 最后要补充一下新北 新北的状况这两天爆发最新的情形是 三峡的疫情 结果在三峡的恩主公病院 这边所有的国小国中高中生 来这边做检测 我前几天提出质疑说 医疗酿人不够 侯友宇市府团队跟侯友宇市长出来讲 没有我们都很够 结果这两天展示情是什么 在所有三峡新北市的群组 LINE群组网路 全部怨声载道 就是门口全部塞爆 只开两条通道 让大家在那边排队 然后大家家长到现场啊 很担心 哇我全部在这边 会被匡利亚来这边做 疫调的人就是你可能会感染 会跟感染的人有接触嘛 结果这边更群聚 结果新北市任务怎么回应 跟柯文哲的手法一模一样 他说 哦我们新北市现在的这种 PCR的检测站 有三十一处是全台湾最多 诶这不是重点 你在头脑有问题吗 我现在就是已经被匡列 可能会确诊的 你叫我去新庄 叫我去板桥 那不是把这个可能的病毒 更往外地去带 结果最后一个 那个今天我 我昨天我跟一部揭露 就是说 他们本来说去年要被征的 集中检疫所 一千三百零八间 在去年八月 侯友宇市长说要被征 结果过了八个月 今天他对外又讲 哦我已经准备好 一千三百零八间 他的倍增是加零 所以我觉得双北现在状况 就是说 他们现在打中央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自己地方政府 该做的事情 包含匡列 包含医疗那样的盘点 没有做好 他只能利用转移焦点 来做他的防御 柯文哲这样做 侯友宇也是这样做 但是也不能够罔顾事实 请教郎东 用香港比较 根本就是这个邪恶至极 那台湾的 目前的政府的状况 就很清楚嘛 苏院长说的 正常生活 积极防疫 稳健开放 戴口罩 亲洗手 打疫苗不改变 医疗能量能够负担 虽然切诊数增加 但是99.7%都是轻症 没有症状 或者是这样 然后稳健开放 过正常生活 现在的状态 现在的状况就是你到底上海目前已经是一团乱 怨声载道 已经是影响了他的产业链的这个海运 都已经塞爆了这个海港了 更别讲各个的这个市民在高度的压制之下 也是在网路上面怨声载道 他们那个所谓的痊愈静态什么管理 那个就是封城 那台湾要封城吗 有必要吗 没有啊 第二香港跟台湾是一样吗 胡乱比较 这个柯文哲 对啊 柯文哲他今天的受访的时候 他在哪里呢 他在新竹 他旁边站的是谁呢 是高宏安 他以党主席的身份 这样帮高宏安 那可能要去选新竹市长再暖身 一方面去讲说 哇说到防疫 他比陈时中还要懂 那我试问一下 他知不知道今天下午的时候 台北七大筛检站 公费筛检已经被筛爆了 他有没有去调度资源 帮台北疑似有症状 感到很担忧的民众去疏忧解劳 去解决这问题 没有耶 他这两天做什么事情 就是在新竹那边跑一跑 那记者就问他 你怎么一直在新竹 你都没有关心台北的事 他回答是说 因为我有线上去开会 我们现在有视讯连线都很方便 这个就是现在的台北市长 你不讲他以为 他什么市政顾问 然后就他其实不是在台北市任职 一个市长理应去作证 去防守去处理疫情的 结果在那边讲一些奇奇怪怪的鬼话 说他比陈时中还要懂 直到现在他还没办法回应 二月的时候监察院去回顾六月 去年的北農的事情 一连串的一个缺失 包含说北農一开始 柯文在计算人数上没有 人数漏算 他没有办法计算哪一些呢 是外包这厂商都没有去算 他只算台北这个市民 然后结果还是说什么 都是因为疾管署 没有把台北市民以外 户籍在新北 在桃园的那些资料给他 那些资料汇整到台北市政府之后 台北市政府也确实的去晚了 去提报 去做 更明显的是说 那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弄一个那个什么快塞战 就他们东讲 去讲说我不要快塞 不要什么 没关系 只要去剥皮疗快塞就好了 后来是因为王必胜 还有一堆人下去之后 马上把新的快塞再弄出来 大规模的PCR筛检完之后 才把整个北農的疫情给压制下来 整个台湾疫情乱 也就从柯文哲这样乱搞开始了 他现在又在那边乱扯 什么香港的事情 故意来乱 我觉得这事情更恶劣 他如果他懂 好 那我相信他懂 他懂还做成这样 那就是故意的 你故意让这些疫情 在台湾变乱了之后 来制造流行进行指挥中心的一个问题 跟负担 然后还造成你个人的上面的一个政治声望 今天如果柯文哲 他就在台北认真的去处理防疫 有明确的对策 去跟中央相互的去合作的话 其实他的民调反而会更高 支持度会更高 但他的做法是说 到处在那边胡扯 香港的事情已经破百万的确诊了 那这样的问题在哪里 前面已经讲了 第一个打了一堆科兴疫苗 还把那个时候香港政府 就禁了一堆复辟态 然后还说那个复辟态 包装上有瑕疵又退货 让非常多的市民 对政府之间互相的不信任 所以我讲的重点在这里 香港政府胡作非为 香港市民不相信特区政府 所以说他们整个防疫就会乱 那为什么我们防疫指挥中心 这么重要 他不断让我们民众建立信心 跨越了党派 跨越了蓝绿的 让我们的民众一起去戴口罩 勤洗手去服务防疫规定 去扫食联制 这一连串基本的 只要去做好之后 再把第三季的覆盖率 往上拉 大家再去打第三季 台湾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新台湾 模式就已经被建立了 而柯文哲要做的 其实在台湾 就直接在捣乱了 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进行讨论 不过那位叫做柯文哲的 今天说了一句 令各界震惊的话 叫做防疫 他比陈时中还懂 请锁定152频道 我们拿民視台湾台 拉新闻152 接下来更精彩的讨论了 现在请你用遥控器 转到152台 那朱立伦到底在怕什么 朱立伦要讲三小时的话 还被徐晓星第一届的市议员 给泄露消息泄露成这样的不堪 说他讲撂狠话逼退他 然后说我跟你于死网破 意思我跟你同归于尽 这意思衣服那个是要跟人家离婚 要不然就是情人要分手的样子 像个主席的样子吗 好 那后来这个徐晓星的谈话 我们来梳理一下 他说于死网破可能是气化 当下情绪可能有不满 但内容确实是要 罗志强不要选桃园 当天是罗志强本来宣布要直播 要宣布选这个桃园的 是第二天早上十点钟要宣布 结果说半夜三更 主席跟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延迟 还延迟七天 为什么又是七天 我只想到那个电影 附后七日 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这个数字 好不管怎样 朱立伦要求七天 然后他说 先等等 这礼拜不要宣布会帮你跟桃园议长邱逸胜协调 这什么意思 罗也答应了 但是后来没有见成功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 等了一周的罗志强打算要宣布的时候 朱立伦又突然把有意参选桃园市长的人 找来党中央征询 包括罗志强 并且要秘书长联络 秘书长是黄建廷的 联络通知罗 等罗志强到场后就跟罗提了两件事 第一 罗民调现在是输的 没有成为国民党最高 第二 明确告诉罗志强不会提名他 罗志强提了一个方案 就是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等到五月来比民调 才互比式或对比式 互比就是把所有意愿的人都纳进来比较 对比则是跟卫福部长陈时中比 如果罗的民调赢过程再进行提名 而且两关都要过 但是党中央根本不想做民调 也不想办初选 要直接提名人选 这个是前面的发展 对不对 然后这个半夜三更又打电话 然后继续说不管你民调再强 因为他说他要宣布了 原来上面有个七天之约 七天之后朱主席没有给答案 然后他就说要禁制宣布 结果禁制宣布之前朱立伦再打电话给他 就讲了很难听的话 意思是这样嘛 然后呢 徐晓星把他内幕讲出来之后 重要的是朱立伦没有否认 没有否认他讲过 于死网破这句话 也没有否认他讲过 不管你民调再强 我也不要提名你 就是不要你 然后他说 一切以党的慎选为重 我会信走承诺 不放话也不回应 以慎选最大目标 请教黄近平 到底这是演什么呀 好像八点档 比八点档还精彩 我希望这一出肥皂剧 不要这样子一直 撒狗血下去 因为收视率不会好 对 我说对国民党的收视率 我说的收视率就是那种支持率 这样会让人家看得更吐血 那种会看到一堆反派 在那边 到底在演什么 而且那个徐晓星一边讲 一边还说我不会退党 我不会干嘛 讲了一副好像他讲完以后 就要被朱立伦踢出门了 徐晓星跟罗志强议员 他们是有理想性的 他们是绝对不会退党 那罗志强也不可能说 一定要选到底或怎么样 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希望党中央党部 可以给他有一个 就是公平的比民调机会 因为他很在乎台北市 所以注意哦 朱立伦说那一句话 我跟你说很不合 这句话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其实他有点担心 罗志强跟徐晓星背后是谁 马英九耶 金普聪耶 是马英九金普聪 马英九后面的势力耶 我以为只有赵昂康 原来这几个人 现在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罗志强议员跟徐晓星 有两个都是马英九 当年栽培出来的发言人 跟爱将 跟总统府复兵 这个不要忘记的 他跟马英九之间的关系 虽然罗志强去行走公投卸票 全台湾从台湾都走到台湾 中间走到台中杀路 问马英九 有记者问马英九 那个马英九是打哈哈 就是顾左右而言 他没有去明确的表态 但是不要忘记 他毕竟是 徐晓星跟罗志强 毕竟后面的老板是马英九 所以朱立伦担心 跟他冲撞 火车对撞的这个结果 后面的马英九那边是货车 还是连结车 还是砂石车 会准备怎么样 他不晓得那个后果 但是他也知道 这样子是玉石俱焚 所以其实也是提醒罗志强 因为也是提醒他 爱惜自己的生命 然后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 羽毛 然后那个我们这样子 就是你要搞我 我就跟你拼了 我们两个人一起 玉石俱焚 那我后面的势力 跟你后面的势力 那我觉得这样子 对国民党没有好处 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他为什么说 我可以不提名 就算你民调在抢 我也不会提名你 根据徐晓星的爆料内容来看 徐晓星是怎么知道 他他不可能电话 就是又不是电话 会议 那一定是有一个人跟他讲 那绝对那个人 不会是朱立伦 朱立伦 打给罗志强 那谁跟他说的 不管朱立伦打给罗志强 还是罗志强打给朱立伦 反正两个人通话 怎么可能 那个半夜三星 徐晓星在罗志强旁边 不可能 一定是事后有人告诉 那个不管是罗志强 还是罗志强告诉了谁 谁又告诉了徐晓星 一定有人告诉了这个 绝对不是朱立伦这一边 告诉了这个 徐晓星 徐晓星再把他揭露 跟游淑会议员 他们两个 的确是比跟志强哥 跟罗志强议员比较熟的 他们一定把这个状况揭露 那朱立伦的意思就是 我不但不提名你 就算你民调赢过谁 我也不会提名你 因为你不是在地的 然后还有 我要另外一个方式 后来不是徐晓星有讲吗 说朱立伦打算说 那我就台北市长办民调 蒋万安跟某某某 谁有兴趣来民调 台北市长初选 你罗志强不是一直想选台北市长 党内初选吗 你一直不是很怪 党中央把这个这个 台北市长党内初选没收吗 那我如果办了一个五月份 四五月份办了一个 台北市长党内初选 那你罗志强要不要来登记 罗志强已经严明 他不再选台北市长了 他已经讲好了 所以朱立伦又用台北市去 回家这个选举 罗志强这也蛮精彩的 罗志强就会很生气 你这是在搞我是不是 我已经说说明了 跟大家讲 我不选台北市长 就是支持蒋万安的 然后我已经离开了 然后你现在突然办一个 台北市长初选登记 那我之前就是想要这样的 你又不要 那你现在因为我要 我离开陶宇 你又搞一个台北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 有点气化 好像在加加酒一样 你不怎样 我就办怎样 你不来人家就看你笑话 你不是想选台北市吗 我觉得这样子就互相漏气 没进步 人家说互相漏气求进步 但是这个是互相漏气 这个再挖坑给对方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没有意义 所以罗志强当然就也 当然一定很生气 所以其实从廉价前一天 那个朱立伦叫黄建廷 把他约把罗志强约到 国民党去协调 就知道那一场协调 人家我据说 我听到是人家谈的 都是大概半个小时 四十分钟 不管是万美龄 鲁明泽 李玉龄 还是陈觉胜 吴志阳 孙大千 都大概谈了半个多小时 就是话不投机 半句多 半个小时就结束 但是罗志强 偏偏一个人就谈了 一个半小时 所以只要每次跟他谈 都会谈比较久 所以谈完了之后呢 他说好约定好 不会对外透露任何内容 所以那一次出来 我看到记者有拍他 有访问他 据说他的脸色不是很好 就也不想透露转述 那但是后来没多久 那个转述 内容还是差不多流出来了 但是后来到这个 这一次之后呢 朱立伦讲到那么生气 就是三月二十六号 二十七号 我知道那一次是 朱立伦就有跟他通过电话 那时候罗志强 本来二十七号要宣布 有通知我们桃园的在地记者 二十六号晚上 有发简讯彩通 说二十七号要开记者会 在中立的亲谱 那后来二十六号晚上 朱立伦就打电话给罗志强 跟他说 你再给党中央 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处理 就七天 就七天 每次都是七天 那罗志强其实很担心 因为三月二十六号之前 那个礼拜 谢龙界跟陈以信的事情 才发生 陈以信才刚在台南 挂完那个户外广告看板 挂完四十八个小时之后 朱洋变色 就跟陈以信说 不会提名你 党中央会 中常会通过提名谢龙界 但没关系 陈以信本来其实就没有做 一定要选到底的这个打算 反正就接受了 后来果然礼拜二消息 就传出来 那一个礼拜三 通常会就通过了谢龙界 所以罗志强 其实二十六号晚上 接到朱立伦电话的时候 心里也很忐忑 觉得说 那二十七号之后 礼拜天 如果他取消记者会 二八二九三十 这三天会不会又来一招 又像这样子在台南的状况 搞了陈以信 然后提名了谢龙界 然后后来又突袭他 他主要是担心这个 然后后来想一想 他觉得算了 答应朱立伦给他一个礼拜 七天的时间 就七天 讲好他就不动 就取消了记者会 地方记者也有在问说 怎么回事 是不是不选了 还是怎么样 那罗志强也没把话讲死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就已经算是见在悬上了 罗志强就是想要 有一个初选的机会 或是比一个民调的机会 那他一直认为说 呃 鲁民者的民调比他强 可是他觉得那时候 他是还没动 可是经过这一段 这一帮这个把热水煮沸了之后 这一段宣腾的一段时间之后 他认为他还没动的情况下 民调虽然落后 鲁民者外美林 但是等到他这样吵了一段时间 他自己对自己有信心 认为说 他的民调可能会追回来 会有机会跟鲁民者外美林一拼 他只希望能够 跟鲁民者外美林 这两个现任立委 有机会比民调 如果说民调真的输了 他也认了 那就支持鲁民者或外美林 他就希望这样 如果民调赢的话 那当然他就希望能够有机会 他认为桃园有机会赢 蓝营有机会赢 的确在桃园的氛围 很多人都觉得国民党 不要搞成这样的话 真的有机会赢 只要团结 不要吵成这样 看来我觉得已经那个 那个为死先伤一半 这样的感觉 士气 但是在这之前是OK的 然后呢 为什么又变成他要直播 然后又取消 对 后来取消 然后所以后来 朱立伦 期限约期到了 你没有跟我回应 所以我就要直播 然后我要直播 你又打电话跟我 又跟我吵架 又再跟他讲一次 叫他不要宣布 就是把自己的政治前途 把自己的政治生命 弄到自觉死路 这个是迷你版的普丁吧 这个朱立伦还真的是 令人叹为宽 指空前的呀 他没有普丁的决断 但是有普丁的错乱 这个是朱立伦的问题 现在国民党是 党不成党 主席不成主席 该当主帅的选将 不成主帅 整个问题 整个党都错乱了 像个稻草人 有帖无分 不客气地讲 朱立伦来讲 请问一下 你这主席怎么干的 桃园 你可以搞成这个样子 你欠缺一个诚恳 如果你不要罗自强出来 你不能提早 就诚恳地跟他说 我不可能提名你 因为桃园在地的关系 非常重要 你不可以先说吗 你为什么要等他这样 这个敲锣打鼓 已经成气候了 硬要来逼退他呢 然后连个公平的初选 都不愿意给 有这么困难吗 还讲很话 对啊 有这样子吗 那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每个县市 大家都来比民调 那不就是公开透明的规则 一翻两变眼 这不是最好的事情吗 你为什么不做 结果你认着放任 无力领导 无能领导 甚至于我不客气的讲 CK洋变成地下党主席的吗 是他在领导国民党吗 还是战斗兰在领导国民党呢 那朱立伦是你的无能 还是你的私心呢 还是你要命的个性呢 这个 这个党就是乱七八糟 我再来讲 罗自强也很糟糕啊 我不客气的说 在地也有说 你一下子要选台北市长 一下子要选桃园市长 一下子要选高雄市长 你是把国民党做什么 那你加升量以自重吗 加战斗兰以自重吗 那请问要有一些团队的精神吗 那帮他在一起放话的好朋友们 你们说要团结 那你们你们放的话要团结吗 就一团心结嘛 为什么 主席无能 不客气的说 然后无能到 这是有传染病吗 主帅也很无能啊 讲完你的问题在哪里 我告诉你 讲完你的问题 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不就这么简单吗 你怎么会悲哀沦落到 要拿你的副主 来靠拢申栏呢 然后讲的话又不伦不类 第一 如果你真的那么尊敬 你的副主的话 请问一下 金国先生在世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 蒋家人不会参与政治 不会选举 有没有说过 你为什么要违背他的遗认 为什么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可以肯定蒋经国 你可以肯定蒋介石 我就站在一个人伦的立场 但是请你不要歪曲事实 请你不要把你个人的私心建立踩踏在台湾人共同的痛上面 其实4月5号清明节 有多少人 在白色恐怖里牺牲了生命 也许他们的后代 228的后代 白色恐怖的后代 在今天 要去扫他们祖先的坟 再过两天 4月7号 各位 那是多少人心中共同的 台湾的言论自由纪念日 因为那一天 是郑南荣自坟的日子 只是为了宣扬 台独的 争取这样的言论自由 他必须要以身殉道 用火焚身 这不是 在你父主任内发生的事情吗 你为什么还要说 他们对台湾的民主化有贡献 你不只是曲解历史 你知道你侮辱了台湾的民主历史 你侮辱了多少的受害者 你践踏了我们的共同记忆 你知道吗 你比起蒋友伯 你远远的不如 蒋友伯作为蒋家正宗的第四代 他面对父主的过错 他有回避过吗 他没有 他诚恳的面对 请问你蒋万安 你有一点点诚恳吗 你对选民不诚恳 你对台湾的历史不诚恳 这不就是你吗 你曲解历史 然后你的父祖 对 就像刚刚扣姐讲的 最为人称道是反共 在你的嘴巴里头 你反共过吗 你面对中共 有点骨头吗 有点坚韧的气质吗 有点加风吗 如果今天让你来当首都市长 你想想看 我们需要这样软啪啪的首都市长吗 乌克兰跟俄罗斯 血一般鲜血淋淋的教训就在眼前 我不敢想象 如果今天台北市长 是像蒋万安这种 或是像民众党这种 像柯文泽这种 老共真的来了 会不会开城门迎接啊 会不会近身不敢言啊 我们人民意志在哪里啊 首都是国家的象征 你不知道吗 问题是面对中共的青门踏户 你有说过一句话吗 你从来都没有 然后你为了往深南的靠拢 你缺解历史 你回避过去 蹭了半天又蹭了什么 你告诉我们你准备好了吗 你是合格的一个候选人吗 台北市政乱七八糟 台北市民的光荣感 幸福感是最后一名 台北市有三成的人口想万一 台北市人数不断的在减少 台北市市政掉满地 你有办法批评一个 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批评吗 你面对黄珊珊太好笑了 讲个疫情大家来做 我这假就要给你最简单吧 你面对黄珊珊 你大可以问他一声 你的ban呢 好心甘呢 给个交代吧 你黄珊珊不要负责吗 你连这个都不会 你到底是无知 草包我不客气地讲 还是你心虚 因为你肚子里没有东西 你根本没有准备好 你根本不用心 所以你不敢批评 你怕一批评 被反驳过来 你招架无力 你这个样子 你要来选台北市长 只用你富足的血统 我请问你 你到底把台北市民当做什么 那我也请问 国民党 你到底把台湾人民当做什么 你作为一个最大的在野党 同样的没有骨气 面对中共不敢讲一句话 面对金主 面对这种高升量的 你完全就让了专法 这个是最大的在野党 是这样子吗 我真的觉得台湾人民很悲哀 民主政治照道理说 应该有健全的良性的竞争 在台湾悲哀的是 我们连国家认同都有问题 我们有最大的在地协助力量 协力者 不就是国民党的一些人吗 整天跟共产党唱和吗 内斗很强 骂民进党像叩仇像敌人一样 对北京视之为可以依靠的力量 不敢得罪 遇下又无能 然后为台湾的民主政治 到底带来什么 除了很大的喧嚣 很大的噪音 很多的内乱 到底告诉我们了什么 所以我今天真是不想 再重话讲国民党 可是拜托你们争气一点好不好 拜托你们像话一点好不好 那与其各自放话 能不能请你 只要请你做一件事情就好 请你们诚恳的面对台湾人民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到底他们在干嘛 每一个人想的都只有自己的未来 而不是这个国家 整体在一个国际的新的局势 是在疫情 这个两年多之后 在现在与病毒共存 与否 也就是解封 势在必行 但是清零又不是短期之内可以 一蹴可及 确诊的人数跟经济发展 怎么找到平衡点的这个过程里 需要智慧 需要勇气 也是需要耐力的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还有一个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的一个大的世界局势 他非常的赤裸裸的 非常这个冷冰冰的照射在每一个台湾人的眼中耶 乌国男子哭道全身无力 因为他的兄弟失踪多日 疑似被俄军扔在这处乱葬岗 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不查 所以收复 但俄军暴行也跟着曝光 乌国妇女气不成声 先生遭俄军杀害后 跟另外两人一起被扔在地下室 俄军残杀不查 街道失衡遍野 收敛遗体的车子 忙到连后车厢 都不用关 俄军一次把地下室当枪绝密室 当局在里面发现了五具尸体 双手反绑 头部重担 惨不忍睹 俄国否认滥杀平民 指控乌国捏造假影片 但却在占领的民房内 用口红写下 道辞意 家园惨遭 俄军催残 父母官痛批 俄军无差别 拿百姓开刀 欧洲人家团扶 眼看同胞死状悲惨 清零现场的总统 泽伦斯基面证人众 宇戴耿野 这些是战犯罪 他说 他们会认识 世界上的犯罪 你们在这里 你们可以看到 什么事 则伦斯基坦言 不查惨况 无助和平谈判 只会累加 深仇大恨 更难化解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种内斗 这种刚才讲的软弱的政治人物 如蒋万安之流 这种斗争到 纠缠不休 用放话 用声量的方式 来获得自己的政治提名的这种操作 这个是一个国家级需要的政党跟政党里的政治人物吗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 这个周末里面 除了国民党的一团乱 这些政治人物的走中之外 俄罗斯的军方到底他们现在对于未来的战争的方向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以及他们在布查证所犯下的一个罪行是如何的震惊全世界 看最新的报道 我们再请旅理事件长帮我们做最新情况的说明 预判俄罗斯他们是不是就按照外界所说的这个剧本 退到了乌东之后 在乌南死守 然后他撤出了西北方 等到5月9号这一天宣称一个假象的胜利 而当他们撤军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残酷的对平民进行生前的折磨跟虐待 而且一个一个的把人家从这个行刑式的枪决也就罢了 还在尸体上面装鬼雷 到底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毫无人性的军人存在呢 满节尸体桥梁寸断 随处可见惨破战车 基辅西北方小镇布查 被俄军行刑式图成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前往视察 带领全世界见证暴行 面对惨况美国总统拜登第一个跳出来 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丁就是战犯 白宫官员也连番谴责 除了以行动支持乌克兰调查 俄罗斯战争罪 还约搞会与欧盟等伙伴加码经济制裁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更要求人权理事会把俄罗斯停权 而不止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先后降级与俄罗斯外交关系 德国 法国 意大利和丹麦都已经驱逐俄国外交人员 但俄方始终否认对不查动手 坚称一切都是捏糟 这个视频被移动了几乎的犯罪 当时这个城市被控制了俄罗斯 没有一个地方的住户 受到任何犯罪的行动 另外根据国际传真社 俄罗斯计划立法阻止国际制裁重挫经济 目前草案已经递交到国会 一旦通过表决且经由普丁签署生效 俄国境内任何一家公司只要遵守西方制裁 就会面临最高十年徒刑与高额罚款 舰长他们俄罗斯最新的规划是 撤守西北 你看他从前几天一直到最新的状况 实际上他们已经撤军了 然后现在守在这里 目的是什么 我们从各位观众的左手边 一直往右手边看 这是3月26号的状况 这是4月1号的状况 这是4月4号离现在最新的状况 我们采用的是战争研究所的一个图片 因为用同一个机构 才可以看出他整个的变化 而且事实上来讲 战争研究院他对于这个整体的掌握 他有更细致的一个描述 那我们必须要坦白的这么说 这一个3月26号的状况 是什么时候发生到这个样子 3月8号 意思是什么 其实俄罗斯的部队 从2月25号开始发动攻击之后 到3月8号到达最高峰 大概就是这个状况 没有其他的状况 后来一直都维持这个状况 当然中间有一些小的变化 例如说切尔尼科夫 他原来的状况是 他要直接的下到基辅 那他为什么过不去 因为他没有做好所谓的那个药地的观察 为什么 因为这个道路 他就是两线道 就是一般的道路 香道 旁边都是那个 从都是树林 都是都是树林的状况 他们不断的遭受到乌克兰部队的伏击 所以他们后来才转向往东转 再往南转 为什么 因为这条里面有一条P59的高速公路 他们改走高速公路 因为他们的高速公路 跟我们的高速公路非常相像 因为在道路两边都是比较平坦 然后视野比较好 比较能够掌握当地的状况 比较不会被伏击 但是其他的状况没有多大的改变 那最大的变化 其实是在南边 南边为什么他们要立脚 这个那个玛利乌波尔 因为其实他们是要轻缴 所谓亚述营的部分 那接下来一开始那个开战的时候 我的分析就是 他其实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打到玛利乌波尔 他其实是要在卢干斯克 跟盾内斯克 这个叫做这个地区 跟克里米亚建立一个路桥 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路桥已经建构完成 接下来他们会再继续往西走 为什么要往西走 这也就是之前那个一开始开战之初 就用火箭炮攻击的那个赫尔松 然后这个是所谓尼古拉耶夫 尼古拉耶夫之前也就因为一张照片 被俄罗斯掌握了有大批的乌克兰的部队 在某一个大厦里面 然后他们就使用巡弋飞弹攻击 攻击之后 那个因为那个照片太惨了 那个尸体满地 而且那个四肢可能都甚至头都分离了 所以没有办法拿在这边给大家看 那他们在这里有这么大的一个抗击的力量 乌克兰 所以俄罗斯也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尼古拉耶夫 那但是他们最想的就是一路打到奥德萨 因为尼古拉耶夫跟奥德萨是黑海 面向黑海 除了马利乌波尔之外 还有那个江别斯克这里之外 最重要的两个港口 而且我们之前也谈过说中国大陆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 其实他就是尼古拉耶夫这里做的 所以他想要破坏他的一个实力 所以现在他的策略是这样 但是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状况 就是当四月一号 当三月二十二十五号开始 俄罗斯说我们进入第二阶段 我们进入第二阶段之后 他就说我不要在那个对于基辅有任何的攻势 所以我们看到蓝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他慢慢的退守的部分 慢慢撤军 可是最可怕的就是从四月一号到四月四号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四月四号的这个位置 几乎已经没有部队了 那他的部队都快速的移出 包含我们刚刚讲的讲到了切伦尼科夫跟苏梅 他都撤出 不过我们讲到哈尔科夫 他并没有放弃 那他还在这里固守 就是未来我当然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要切乌冬跟乌西的部分 那至于说乌冬跟乌西当初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是说他要切这一条线 可是我个人的研判他没有 但是他为什么现在撤军撤得这么快呢 这边敬平跟我以前我们都是军校毕业的 那其实我们受的训练是当敌人不明不白的撤军的时候 他一定有别的企图 那有一种可能是所谓的核生化攻击 但是目前看来不会有种攻击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说他要攻击他的核电厂 那个时候我就持反对意见 到现在我也不认为他会使用核生化武器 那他要怎么做 他最可能的就因为他要转运部队 然后转运到 第一个他要肃清那个马力乌波尔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他要往奥德萨走 那他要往奥德萨 因为奥德萨其实已经做好非常多的攻势 我们上次的节目中有特别拿一张照片 也就是他甚至连他的那个开城的 这个公爵的雕像 他都用沙包堆好了 既然那种雕像都堆好了 你觉得他其他公事是不是也都一并完成 也就因为如此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他也就是要把乌克兰打成一个内陆国 以后他占据东部这些红色的地带 他整个在黑海沿岸 整个占据之后 对不起以后乌克兰 哪怕是跟他做好了相对应的一个和谈之后 以后乌克兰就没有 就没有海港可以使用 他就可以宣称他胜利了 在乌东获胜 而且就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的胜利日是5月9日 火光染红夜空 俄军破晓之前出击 夺发飞弹联射 炸向乌克兰黑海大城奥德萨 面油墙与出油设施 弩烟冲天 居民说连通行警报都没响 就被吓醒 俄军随机坦承从海上和地面发动攻势 使用的是高精准度飞弹 当地居民也说 已经连续好几天听到 甚至看到俄军5人机飞过 专家分析这起攻击事件 加上俄军已经在黑海部署 两栖舰和水面战斗舰 显示俄军企图入侵奥德萨 从海上孤立乌克兰 另外乌克兰也指控 目前全国有11名市长或镇长 被俄军绑架 其中一人遗残遭杀害 南部赫港城市尼古拉耶夫 这一头也持续遭到俄军 飞弹袭击 据东南方大臣马里乌布尔 凤言望去 如今也只剩下一片脚黑 但是在周末的时候 最令人震惊的举世愤慨的是 他们一方面撤军 为什么还要在当地 特别是基辅的外面城镇 叫布查这个地方 在撤军之前 做残酷的对平民的射杀 跟生前的虐待也就罢了 而且还发生了 让画面上面流出的状况 然后还不承认 军人会这样的疯狂的 会这样的失去人性吗 是他们的长官下令的吗 还是军人在撤退的时候 他们会有这些举动 要请教舰长 这个已经是举世公愤了 而且要以他做战犯来追究 但是很多人说 这个状况在以前的战争里 也会出现 为什么这样 我们先来看他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讲的乌查镇 其实他接近基辅的那个西北边 的一个很小的 他已经被俄罗斯占据了一段时间 他已经很早以前就占领了 那个二月二十八号 甚至更早以前 他就已经占领了 现在有很多的说法 说那是摆拍的 其实 是他们自己说的 俄罗斯说那个是什么 这个电影演员演出来的 人家这个 有一堆照片 各位 因为我们是电视节目 我们没办法在镜头上面播出 为什么这样 他要撤军就撤军 他为什么要在当地 形成这么样的一个残酷 而且互相有那么大仇恨吗 因为他已经占领这个地方 布查镇 差不多一个月了 对不对 一个月呀 然后他已经在那里 这个 四亿嚣张非为 他还在那边 把人家的 我们有一张照片 是他把人家的 平民老百姓的椅子 什么家具都拿出来 然后在自己的战壕里面 摆起来 还在那喝酒这个作乐 为什么会这样 布查 他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什么样 特殊的部分 那其实在他的旁边 还有另外一个镇 叫做伯罗姜卡 那其实伯罗姜卡 是第一 在二十五号一开始 就这边没有图片 就被攻击的一个镇 可是没有发生类似的状况 所以从这件事可以判断 他不是一个集体的行为 那至于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先看一下 那个二月二十八号 其实现在这个是用卫星看到 这是Marker的卫星 因为他们否认嘛 所以把卫星照片拿出来 他们说是他们的军队撤离之后 乌克兰人在那边摆出来的 这个美国指使 然后去人造的 这个人工加工的一个画面 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吗 对不对 事实上来讲 就是我为什么在 那个节目里头 会用大量的照片 因为军事的东西 那个没有照片很难说明 现在要讲事实 没有照片更难 而且这是卫星照片 卫星照片到底要怎么假照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 不查在二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其实街上是没有人的 当你开站的时候 怎么会有人在路上跑呢 要不然就是去逃难 要不然就是去避难 不会因为二十五号就是开始开打了 不会有人二十八号还在游移不绝 要不就第一时间走 要不然就是就地避难 所以二十八号没人 没人 可是到了三月十九号 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其实都是人躺的地方 这里为什么会开一个红框 其实这个红框的位置 就是另外一张照片 他所就是连街道都一模一样 是记者开车 从这个方向进去 所拍到的这三个三个照片 而且事实上来讲 虽然我们不是见识人员 我们也没有法医的背景 可是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他那个遗体已经有那一种变色 而且腐烂的状况 那也就如果比对时间的话 三月十九号 虽然现在乌克兰 他以这个地方基辅不查 这个地方 我我特别查过 他的白天最高温度六度 就是摄氏六度 所以是他的遗体 大家说看起来好好的 那是因为气温低 天气比较冷 但是如果把他拉起来的话 那其实你会发现 他的那个已经有腐烂的现象 但是你去拉就中了鬼雷了 对 为什么会说在尸体里面藏鬼雷 因为他要造成更大的破坏 为什么要造成破坏 我们都有会讲 那这个埋地雷 其实也是俄罗斯的一个行径 他们叫他们这种作为 其实是很有秩序的一个撤退的动作 他为什么要埋地雷 他未必是真的要炸这些民众 只是民众不是军人 他怎么会知道那里有地雷 而且以这一种破坏的状况 他不是所谓的人员杀伤雷 他不是只是杀伤人员 他应该是战防雷 就他主要是攻击那个战车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看 他当初就是怕俄罗斯的部队在撤退 然后乌克兰很快追上来 因为他们共用装备 那因为他们有之前在一九九一年 那个乌克兰独立的时候 他有非常多的装备是俄罗斯转交的 所以俄罗斯装备 他们也会操作 那也就因为如此 所以他们很怕俄罗斯 俄罗斯很怕他们在撤退的过程当中 乌克兰用了他们的装备 然后就一直追上来 所以他们放了这种战防雷在这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历史上 是不是只有俄罗斯打成这样 很多啊 什么高棉啊 这个The Killing Field 这个那个电影里面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柬埔寨 那其实我们要说的 美军也干这种事 对 这是美军 这是历史上 就是说比较争议非常大的 一个美来村事件 美来村事件 其实他发生的地点 这其实就跟 就就在南北越当初 维持十七度线 他就在这个三境线的美来村 发生的 那美军撤退的时候 美军不是 就是攻击 他其实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搜索的任务 结果搜索的任务 他其实是那个美国师的十一旅的第一营的 十一连的那个牌长 他是一个牌长而已 就是这位Kelly 那这一位他当初不知道是在一种什么 心神丧失的状况 状况之下带领着他这一个牌 然后直接杀了五百六十八个妇女 那这个照片是被马赛克做过的 因为那个跟美来村 对不起 跟刚刚布查村的状况非常相像 不过他更惨的是他叠在一起 那个我们刚刚看到布查村 他是就是散在街头 当然他还有一个像是那个万人种 那个样子 可是美来村这个状况不是 美来村这件事情 我们要很严肃的来讲 他就是美国从美国民众 从支持越战到开始全面反战 整个社会扭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转 那个转折点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认为我们派出去的是正义之师 那怎么正义之师打到最后 把人家人民打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现在这一个布查证的状况 我们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也会造成俄罗斯内部的一个改变 然后但是但是我们要这样讲这件事情事后有没有被追溯 所以没有这这种事情没有不透风的枪 当初美来村的这个凯里这个这个排长是怎么样发生的 他的他怎么样这件事怎么样被曝光 他的排里面的一个一个士兵 他觉得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然后等到他退出 这是发生在一九六八年 那他当他回到美国本土的时候 他找了非常多家记者 那时候最有名的live那些他都有找 那他自己写好了他去投投书没有人要用 结果他用了找了一个愿意采用的新闻媒体 那个大家根本那个从来没听过的一个小的通讯社 结果这个通讯社一登所有的媒体通通通通转就是你现在的话讲叫做转贴 那结果大家才发现这件事情 当然这个凯里日后也有被追溯行责 我们这边要讲这部查村发生的这件事情 我刚刚特别有提出说 婆罗江海有类似也没有没有发生在附近 但是没有发生意思是什么 这可能是一个一个排长或一个连长 他的心神的状况 但是日后一定会被追溯 战争罪的问题 然后但是如果这一个命令是由普丁直接下令的话 大家不要认为普丁不会被追溯责任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还记得米洛塞维奇吗 这一个巴尔干的屠夫 他当初是因为犯下六十六个罪行 而且他不止一次 他在那个 科索沃南斯拉夫都有发生过类似的这一种所谓的种族屠杀的这种这一种行为 他当时就已经被送到海牙的国际国际法院去问罪 但是他在积压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那也就是说普丁现在 如果说是他下的命令的话 不是未来没有责任 是会有政治责任 好的 非常谢谢这个舰长 在布查的这个大屠杀 全世界呢都经过很多的记者后来跟着泽伦斯基到现场去拍摄的惨痛的画面的报道之后呢 普丁会被追究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人类目前文明当中的一个共同的目标了 清明年假最后一天台北市长柯文哲继续带着党纪理委高宏安以及议员参选人们在家乡新竹市炮行程 我18岁以后就去台北念书了 这个队友我回来都觉得奇怪他都比我熟了 因为你太久没来 因为我花在这个时间太少了 柯文哲笑称高宏安对新竹市比自己还熟悉 高宏安则是吹捧柯文哲的高人气让他印象深刻 可以看到市长其实真的是现场的这个家长啊小朋友 我其实对他真的是人气还蛮旺的 不管是说从过去新竹市在许多的政党票啊 或者是说这这几次我在新竹 然后甚至是市长过来的这个走访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觉得确实哦中道力量就是中间的这样子的选民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新竹市我想第三势力的政治人物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 我们是争取所有人的支持 政治上不是这种截然化分 那两边都不来访 两边只有相骂 两边只有对抗 这是不对的 民众党在立法院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议题里是对的 我们谁都可以合作 那个就是不对的 你一定要复航到底 这个就不对嘛 强调争取所有民众支持 但北市疫情持续延烧 柯文哲却一连两天在外地啪啪燥 遭质疑不管疫情只管选情 柯文哲有话要说 这个疫情对台北市是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 那个视讯会变得很丢小 然后我们有固定开会的时间 到了大家就全部上了 我们一个疫情的44个人的核心群组 有消息的方向去 议员要骂是他的 他不骂就不是议员了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哪个地方做不好他可以讲 不甩外界批评 柯文哲坚持走自己的路 为民众到冲选情 请教罗医师从专业讲 今天因为是213例确诊 那我们的政府不会把它紧缩防疫的层级 因为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很重要 那周末的时候我也有出去 到高雄去看到这个高铁站都是人 现在的全台湾的餐厅 到了这个这几天的假日 也都是客满的 大家民众的恐惧的程度 没有像去年那样 那我们怎么看待 第二政府的防疫的措施 确实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那我们的民众除了戴口罩 勤洗手 这个不要摸眼鼻口之外 那如何的配合呢 我觉得现在台湾民众 其实都很睿智 我都清楚说 台湾模式确实默默的 已经进行八百多天 只是现在我们必须把它讲得很明确 让大家了解 各位 其实这世界上没有存在所谓的清零 也没有所谓的与病毒共存 表面上好像政府可以选择 事实上各国政府是什么 是逆选择 是病毒来逼迫美国的政府说 你必须怎么做 只有台湾 在过程中 我们不是谨守单纯的清零 也不是谨守单纯与病毒共存 所以回过来 回应刚刚Col姐所讲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过去八百天是怎么做的 我们现在都怎么做 第一个团结 不要相信这些县市政府的痴妹亡娘所讲的话 他让我们常常会动摇心智 虎林街的时候不严重 跟你说现在很严重 赶快赶快清我的记者会 环南北农很严重的时候 他说不用狂烈 不用隔离疫调 开创了什么同学员扫描 忍区见面等等问题 同样的现在又开始无地放适 开始在批评我们的国家 我要讲的是台湾的亮眼权势就看到 各位到过去的两年 有哪一个国家 他的经济成长会这么辉煌 达到GDP 6.45%的一个成长 达到23个月 外销出口订单都连月增加 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做的不是单纯的病毒共存 是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现在要有另外一种心态 我们有一种心态是说 我们相信数字在增加 可是我们更相信什么 重症死亡已经减少 好 就是疫苗的覆盖率够 大家只要你赶快去打疫苗 然后没有打疫苗身边的人 拜托他快点再去打 然后接下来这些轻症的状况 你是可以在医疗能量的维护之下 我们是可以过正常生活的 所以这个正常生活是目标 要请教这近平是 不管是哪个政党现在执政 你必须面对的就是 我们不能像上海那样泪封城 我们也不能像香港那样子完全失控 因为我们那个环境是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疫苗是 他们不敢承认是打得克星的疫苗 中国现在问题更严重 中国的免疫力比我们台湾还弱 它的疫苗的覆盖率也没有那么的强大 更别讲它的疫苗恐怕多半都是国产疫苗 在这个状况之下 怎么看待台湾目前的状况 台湾现在我看到我们几乎都是喊说 几乎像刚刚讲的 这个我们疫苗不会不足够 我们疫苗是够的 对啊所以一般民众是接受这种所谓的新台湾模式嘛 正常生活嘛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已经慢慢接受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刚刚康姐有讲到 有些景点 像我看到有些夜市也是人多 人都很多 那所以前两天才会爆出 那个有一个台湾祭的活动 然后一堆人去 然后隔天爆出 对 然后隔天爆出这个状况 有确诊案例之后 那个墾丁大街夜市 马上冷冷清扫一半 店家就哀嚎 所以我觉得过雨不急都不行 你要这些地方 公共场合大家出路的时候 防疫措施做好 消毒 但是就不要唯一也耸听啊 不要像柯文哲那样子啊 就自己要做好防疫措施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会心里有些紧急 就廉价有些地方 大家还是奔流 然后最重要是刚刚指挥中心 那专家也有讲 那种包括我有听到 李平颖教授有讲说要分流 就是说真的有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都有打过三剂四剂 二剂三剂四剂的疫苗 真的有状况 因为几乎你打过疫苗的话 都是轻症 很难受到重症的这个程度 重症 医疗量能可以留给重症 当然跟香港比 就是莫名其妙吧